中国大陆10兆人民币是很多的 中国大陆请国家之力 要求他们的业者共同推动 第三代半导体10兆人民币 这么大的金额 之前上个礼拜金仲有讲过 中国大陆跟台湾在第三代半导体 一样是差的是落后的 中国大陆现在拼了 今天才晓得来金仲请上来 为什么要拼呢 因为这一颗 这一颗叫做电源供应器 我家的笔电就是这么大一颗 那为什么这个第三代半导体 会跟这个有关系呢 OK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中国大陆投资10兆人民币 它其实做的东西蛮多的范围 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那为了什么东西呢 就为了一个我们天天都用到的东西 称为电源供应器 我们先讨论家里头 大家常常用的 来我帮你拿 OK 这个电源供应器是把110伏到220伏的交流电转换成 伏是伏特的意思吗 伏特的意思 电压转换成直流电 OK 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电源供应器的功能 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交流电跟直流电差在哪里 我们待会再来解释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大家的这个电脑在用的这个电源供应器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的数字就会发现 它的输入是110到240伏 跟刚刚的数字差不多 这个地方 这个是交流电 它输出的是19伏的直流电 而且是6安培 那各位要记得 电压乘电流就是功率 所以这个19伏乘以6安培 大概就是20乘以6 大概就是120瓦特功率 的功率 这个是我们的荧幕啊 或者是电脑在用的电源供应器 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好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过 刚刚是6安培 对 这一颗快要掉下来 19伏特6安培 OK 这么大一颗 我们来看小颗的 这个是各位的手机在用的 对不对 对啊 我家手机就是白色 所以它是 一样5伏特 因为它是USB 所以是5伏特 但是它是2安培 所以52乘以10 它只有10瓦特 所以越大颗 电流越多越大 电压越大 电流越大 也就是功率越大 所以这是大功率 多少瓦 刚刚说120瓦 对对对 这个多少瓦 5乘以2 10瓦而已 10瓦而已 OK 那还有没有更小的呢 有 我这边又带了一颗很小的 各位看到这一颗 非常可爱 对不对 对对对 它呢一样是USB 5伏特 但是呢它有一安培 所以它只有5瓦 OK 所以各位马上就知道 瓦特输越高 电源供应器就越大 对对对 这个是很难缩小的 OK 所以呢什么叫做交流电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电源供应器 对不对 这个输入端呢 输入的是交流电 交流电基本上就是电荷会正负变换的 不停交换的 会正负变换 不停交流 对这个我们称为交流电 我想细节不用太记得 不用太讨论 那进去之后呢 里面就有一大堆的电路 会让它变成直流电出来 特别各位要记得 我们在讲台积电做的晶片 所有的晶片都是直流电 所以一定要把交流转成直流 才能输入电脑或者手机里面 OK OK 所以这个就是直流电 它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 几伏特 19伏 请问我就是本来的电流是正负这样扭来扭去的交流 透过这一刻之后转成了只保持正耗的直流 是可以这样想 OK OK 这个就是电源供应器 那为什么一定要用直流才能够运作 因为所有的半导体基本上都是要直流电 电子电动的运作 这当然它的原理 总而言之你不可以把交流电 直接输入到这个一般的CPU里 CPU没有办法用这样的电 所以CPU晶片一定要用直流电把它记住 所以印刷电路板上 我们把这个盒拆开了长怎么样呢 这边有一个简单的照片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一个板子就是这个板子 是哦 把它拆了就长这样 OK OK 这里面有很多的机体电路 这种机体电路就是所谓的功率元件 功率元件 各位常听到这个字 所谓的功率元件 就是长这样子的元件 这一颗大概多大呢 这一颗大概一公分左右的大小 大概这么大 那么呢 它在工作的时候非常烫 烫 所以需要散热片 各位我们看到这边有个铝座的散热片 对耶 各位记不记得这个东西在运作的时候都会烫 很热啊 对这就是原因 因为它有一个转换效率的问题 效率不够没有百分之百就会转成热 更重要的是旁边有一大堆的 这个就是所谓的被动元件 这个是这一种电源供应器 必须要用的元件 这就是被动元件哦 对这里面就是这个就是被动元件 这一个也是被动元件 你买国具华星科报买几支了 买几张了 都不知道被动元件 是 但被动元件又有分啦 这种是大颗的 那有那种比较小颗的 就是那种晶片型的 我想今天不讨论 被动元件在这边的功用是干嘛 这个就很复杂 就要牵扯到电路 但总而言之呢 就是需要这样的元件 叫做主动元件 再加上这些被动元件 这些元件交互作用 开开关关 最后呢就可以让交流电 从这边进去 变成直流电从这边出来 好简单哦 这叫主动的 功率元件 这叫被动的 主被动合作努力之下 才有办法把这个电变成直流 对其实就这样记就好 因为详细的电路 我想这个不是专业的 不用记忆的 功率元件要承受 大电压大电流 为什么 因为这一端进去的是100伏 100伏200伏还不算高电压 像电动车 像这个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那个是超过1000伏的 所以你必须承受 大电压大电流 工作温度高 所以需要散热片 刚刚这边就是散热片 那么主动元件有哪些呢 这一颗晶片我们就来看 它到底里面长什么样 我们这边画一个示意图 这个图我们已经出现过太多次了 这个元件就称为MOSFET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场效电晶体 前一集有介绍过 这个是金属 绿色的是氧化物 下面白色的是半导体 所以金属叫METAL M 氧化物叫O 这个半导体是S 所以把这个元件称为MOS 它全名叫MOSFET 我们讲过很多次 对对 日安还记得吗 这个是它的功能是什么 我们说它是开关 还记不记得 闸集有没有 就是电流的开关 GET 没错 就是电从这边流过去 利用这个闸集控制开关 所以各位以后只要看到这个 不管是MOS或MOSFET 你听人家讲 就记得它是开关就对了 OK 那么对应到刚刚这个图 还记得吗 刚刚前页有这个图 有三只脚 有没有 功率元件 一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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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这个元件 是喔 所以它是什么 它就是开关 所以这个功率元件 就是插在这边的 闸集 圆集 这三个 这样插在这里 所以它就是刚刚那一颗 主动元件 了了了了 可是这种元件 做成MOSFET结构 它耐的电压不够高 所以实物上就需要更高的电压 比如说TESTA电动车 它的电压要求可能要600伏 800伏甚至1000伏 那怎么办 这个元件的结构承受不了这个电压 怎么办 就改结构 怎么改呢 各位就科学家就做出了另外这种结构 称为IGBT 应该有听过这个字 这个也听过 IGBT跟MOSFET都常听过 是 所以IGBT 称为绝元杂极双极性电晶体 那我想这种专有名词 有时候让人很confused 记得它的元件比较特殊 晶元的正面是MOSFET 所以上面这一个其实就跟这一个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 你看黄色绿色灰色 有没有 对 黄色绿色灰色一模一样 但它的下面呢 会有特殊的结构 这个我们称为BJT 这个我想我们今天不讨论 它是特殊的结构 所以这种元件很复杂 它正面制成 晶元正面制成做完之后 还要做背面制成 这是在晶元的背面 两面都要做 而且需要做晶元薄化 所以有听过一家公司叫做生洋半导体 做什么东西 晶元薄化 有没有 它就是在做这件事 要把这个晶元磨薄 所以总而言之呢 这是另外一种元件 它的功能是什么 也是开关 我们看最后一个 处理电的叫做功率元件 对对不起 功率元件 处理电的就是功率元件 所以我们来看啊 这个图在告诉你什么呢 早期呢他们用的这个元件呢 就是这个横轴呢是功率 纵轴是功率 那横轴呢是频率 那我想频率就是那个开关的速度 开关的速度叫频率 早期的开关用的就是MOS 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MOS 就是刚刚讲的MOSFET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刚刚这个手机 跟Notebook用的这个里面用的 其实都是这种MOSFET 用什么材料做 用矽做 矽 用矽 我们刚刚说第一代 第一代就可以做 很聪明 可是呢 如果要承受更高的电压电流 怎么办呢 要改结构 刚刚说的改成什么结构 IGBT 有没有 对对对 所以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图 黄色的这一块是不是他承受的电压 功率就比下面这个更高 你看浅黄色的这些细哦 可是如果你要承受更高的电流电压 你势必要结构就变成土黄色的 所以功率更高 对然后电频率更高 频率其实稍微会低一点 不过我想我们不讨论 其实差没有很多 OK 那如果你今天要求频率又要高 功率又要高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只好换材料 第三代就出来了 对第三代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换呢 各位看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碳化系这种第三代半导体 来做什么元件还是MOSFET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都是MOSFET 完全一样的东西 但问题出在材料不一样了 所以他可以承受的功率就提高 跟大家报告 这边哦 这边也是MOSFET 他用的材料是纯粹是细哦 这边呢是变成了这两样哦 所以说 这一个 绿色的是这一个 碳化系 绿色是碳化系 那这个是 好 如果你希望这个电压要高 而且功率又要更高的话 对不起 电压功率要高 而且频率要高的话 那么基本上就要再换另外一种材料 这个我们称为淡化夹淡化夹就这个颜色 对 这个颜色是淡化夹 然后这个颜色是碳化系 对 但是都是让他原来的功率可以提高 提高 还有频率可以拉高 频率为什么要提高呢 原因很简单 频率高的话呢 就可以缩小被动元件的尺寸 也就是当这个开关的频率越高 旁边的这些元件 这些被动元件就可以缩小 整个电源才会缩小 了意思了 所以我再确认一下 跟那个电有关的叫做功率元件 没错嘛 好 金中非常谢谢您了 那请回座 今天明白了 很想说中国大陆怎么砸那么多钱 在第三代半导体 台湾要加油 我们跟他一样都是处在零阶段 在慢慢在起跑 现在第三代半导体上次呢 金中有说最猛的大概占八九成 强的是在美国 因此呢跟电源供应器有关 什么意思先认识 原来这一颗的电源供应器 这么胖 这么大 这么重 它的目的 所有的电源供应器都一样 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颗 这个叫做功率元件 就是跟它 而且它是主动元件 其他是被动 主动加被动 合作工作之下 就是可以变成直流电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下一张 功率元件 刚刚金中说的好 它就是跟电有关系 电干嘛 就是电开关开关 才能够决定电流的进跟出 所以这三个 这个功率元件就是在放在这一个 金属氧化物 半导体 厂下电晶体 MOSFET当中的这三个插口 当然这是在小型的 比如说像刚刚小小的 笔电的这个功率元件下的 不是有那个电源供应器吗 电流小的用这个 可是如果Tesla 那种电动车 智慧车 智慧家电 电流很大 就要用这个 它叫做IGBT 可是如果要用这么大的电流 要走这样一个 这么多的流程 怎么办呢 你当然是 这个效能越高越好 因此往最后一张走 如果今天只是用 原来第一代的系的话 它的这边功率比较没有那么高 还有频率也没那么高 可是如果一样要用MOSFET的话 当然如果用不同的材料 这个材料就是这一个 这边你看频率更高 这个的材料就是这一个 频率更高 还有包括了功率也能够保住 就像刚进中说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频率拉的那么高 提醒您 因为热太热不能解决办法 因此频率拉高 用这两个材料 就能够缩小被动元件的尺寸了 现在当然当中东西越做越小 效能功率越大 但是越好的 这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为什么要升级了到第三代的主要原因 敬重这样的结论正确吗 讲得非常好 感谢您谢谢了 感谢敬重老师今天又教很多了 赶快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压轴的 这也要给您好东西 什么好呢 你看惠子姐刚不是讲吗 大盘在这个礼拜很有机会 横盘一两个月即将突破盘局 这个样子 如果是的话 拜托您 自己手上股票要赶快做检查 如果你报到黑洋股怎么办 人家这样你这样 你不就赔钱了吗 可是黑马黑洋 差一致差很大 微良教您自我股票自己检查